好来看到这真的是天外飞来的石块了 国光客运在28号晚间11点多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竟然无缘无故的被袭击 安全玻璃破了一个洞 这个玻璃碎片呢 还割上了一个20多岁的女乘客 还好拨到警察进入调查之后发现 这只是呢路面上的碎石头 弹跳起来所造成的 让乘客是虚惊一场 国光客运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到一半 车窗突然被击破了一个大洞 而当时窗户旁就坐着一名20多岁的女乘客 不只被吓到还被破碎的玻璃给割伤 就在28号晚上11点 这辆从南投埔里出发北上的国光客运 行进中山高北上64.5K时 客运无缘无故被不明物体袭击 经国道警察介入调查后 初步排除是民众 恶作剧射击BB弹 有些车子开过去 车轮碾到碎石 碎石会弹上来 然后或者是前方有杀石车祸之类的 对很容易就弹上来砸上车窗 虽然已经是安全剥离 但还是不敌瞬间撞击力 整面全裂也出现一块破洞 受伤的女乘客自行就医 只是这次搭车遇到了这个意外 觉得实在很恐怖 中天新闻陈嘉明洪自然 台北报道 这次搭车遇到了这次搭车遇到了